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眸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我们就是世界时事多合一 第一则新闻就说一下俄罗斯对于法国的一个要求 原来法国就要求俄罗斯在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期间 停止战火 即是叫它停止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即是叫它停战在奥运期间 俄罗斯的彩礼也有美 废话是厉害拒绝你 而且俄罗斯问的问题 其实不单止法国作为欧盟大佬 而且其他西方国家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原来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扎哈罗瓦就说 针对法国总统呼吁 奥运期间在乌克兰实施停火的提议 他就说你们够不够胆 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够不够停止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这个他就不会停止 但是下面的问题就比较难回答了 原来扎哈罗瓦也说 他说法国总统你够不够胆向中东地区 冲突各方 提议在奥运期间实施停火 包括以色列 这件事就问到他们不敢回答 为什么之前西方国家他很害怕停火两个字 因为怕得罪以色列 因为他们就跟了以色列那套论述 如果一停火的话 那哈马斯就不放人了 好了 现在扎哈罗瓦敢问你们怎么回答呢 暂时法国总统就没有回答 当然我相信之后他肯定说 我们也希望和平 希望人道主义援助 那些废话其实就是停战 你敢不敢建议以色列 他肯定会建议哈马斯 你敢建议以色列停火 你又不敢 美国 在联合国那些 关于以色列停火的协议 两个字 小暂停两个字 他们也不敢 何况法国 当然 之前法国总统也说过 希望大家停手 他不敢 这么大声 直接 对着以色列 停火 而且 他也不敢向 以色列停止援助 没错 现在扎哈罗瓦就问你 敢不敢 停止 向以色列 给军备这些援助 以及叫以色列停火 这些西方其实很怕疼这些东西 不过他回答时 就说我们人道主义也希望以色列 什么故及平民 这些东西来来去 其实法国总统 也接受乌克兰媒体访问时 就说他呼吁 俄罗斯在 巴黎 是奥运会期间停火并表示准备和普京进行讨论 他也说不介意接普京的电话 那么普京怎么打给你呢 之后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当中 采访者就通过翻译向马克龙表示 奥运期间 一般来说都会停火 并且认为俄罗斯会这样做的 当然马克龙也说 我会提出这个要求 主办国的规则 和奥林匹克的运动是同步一致的 这是和平的信息 亦会遵从奥委会的决定 巴黎奥运会就在7月26日到8月11日举行 残奥会就在8月28日到9月8日举行 马克龙接受法国媒体《巴黎人报》访问时 虽然他不希望亦不会 採取主动 但是法国仍然在某一个时刻 在乌克兰采取行动对抗俄军 马克龙并没有放弃 自己之前说可以派兵到乌克兰的这种说法 他只是强调西方不会主动 在26日的时候 马克龙也说 西方不应该排除向乌克兰 派避免部队的可能性 不过大多数欧盟和北约的成国就不赞成 14日的时候 马克龙又说 支持乌克兰 不应该事先切有限制 他在多方批评和质疑当中 他也是 继续撑下去 这个也挺厉害的 有专家说马克龙对于派驻军队的声明 只能够解释 他是为了 令到法国在 乌克兰驻军后发发 我觉得他应该 查佬士沙布 试试俄罗斯底线 当然俄罗斯亦表态 俄罗斯对于这样的事态发展 亦说不可避免导致俄罗斯和北约直接参战 但北约很多国家说不认同他 当然 现在 扎克罗斯这样回答他 不知他怎么回答 他就问你 你敢敢停止向 以色列 提供武器 其实他 也问 敢敢叫以色列停火 我觉得 第二条可能 他就会稍微说一下 第一条 其实他也不是这么容易说 是吧 当然俄罗斯是这样 拒绝他在意料之中 另外 普京大大也是刚刚经历了选举 原来俄罗斯总统 选举结果 亦显示普京应该是稳健获胜 普京在 他的竞选总部发表讲话时 对于军事行动和和乌克兰的 关系和美国关系和北约关系 都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亦说了很多东西 原来他当天警告西方俄罗斯 和美国领导的北约之间 的直接冲突 意味着 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之前也轻松地打开话题 现代世界里面一切皆有可能 之后他就相当严肃地说 几乎没有人希望 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 北约 军事人员实际上已经在乌克兰 所以 之前 北约就否认了 但是 这个马克龙说了可以去派兵 之后有个傻子 是波兰的一位部长 是呀是呀 北约的军队已经有人在乌克兰 我相信是有的 但是 不是直接参战 应该就是教他们使用武器 也说 现在俄军已经学会了在战场上说英文和法文 在上个月 大家知道 其实这个马克龙的感言 也使得大家和他切割 普京 也向马克龙喊话 希望他停止 加剧 俄乌冲突的做法 而且 希望他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 发觉似乎可以发挥作用 和平还未全部丧失 他就说一次一次这样说 但是还要说一次就是他支持和平谈判 这个很难 因为 俄罗斯也不愿意 接受乌克兰提出的条件 乌克兰也不愿意 俄罗斯提出的条件 我觉得战争一直僵持 好像韩战 没完没了 大家有些零声冲突 我觉得就是这样 但是他就说不单止因为敌人的军备就快用缸 他也说如果他真的认真地想 要在俄乌两个国家之间建立长期的 长期的 和睦关系才行 而不是简单地 调整 一到两年的军备 即是说是动手不行的 这句话向普京大大口中说出来都很讽刺 因为他也是动手 当然他动手 他有他的想法 但是 看来俄罗斯人 到此时此刻都支持他 我不是说选举是支持民意调查 支持西方 做的民意调查 也是看到大多数俄罗斯人支持他 昨天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也公布了选举结果 已经点票接近9成5 普京大帝以8成7的得票率压制 压倒性的赢其他候选人 实际上已经成功连任 这也是他第五个任期 对于西方等国家批评他 大选不自由不公平 普京当然反驳 他说美国的选举才真正不公平 他居然跟川普说话 这是不是死亡之吻 他居然说有人动用国家公权力来对付 前总统特朗普 他说全世界都在嘲笑 美国发生的事 这根本是一场灾难 这不是民主 你看看美国在做什么 搞得川普受到这么多公权力的打压 你这样跟他说 会等于死亡之吻 如果是我 我自由派法大来说 普京大帝都支持特朗普 他也说到 在欲中突然之间离世的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纳亚尼 纳亚尼 对他去世表示 遗陷 并且透露自己 早前已经同意涉及 纳亚尼的换筹计划 不过 根据报道 原来 俄罗斯总统普京转向一名 对纳亚尼 至少 是提问的记者的补充 我 已经遇到过很多人 说他在欲中突然之间离世的报告 他就说 问一下美国 这个问题 请问美国 在欲中离世的人有没有 有没有发生过 当然有 所以这个问题 美国也是回答不了 当然 美国就说他是你的政敌 突然间就死了 但是 此时此刻 你说好真正的证据 证明纳亚尼是普京大帝搞定他 其实也是没有的 之前乌克兰高官 也说他死于血山 是说他死于血山 现在只当他 我就当你不信普京 但是你也是没有实质证据 纳亚尼其实 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他是西方一只棋子 而且他关在这么近西伯利亚的地方 难听说 这些这么恶劣的地方 你不用拿下距离 他自己可能也有 健康问题 原来根据俄罗斯总统 的选举 这些相关法律 获得半数以上的人士 就会当选 总统 每届任期六年 任何年满35岁 并且常住俄罗斯 住在25年以上 并且 现在和过去都未拥有其他国家国籍 俄罗斯联邦公民都可以选举总统 总统 的 选举计票工作 之后 原来 不用计都差不多 三日内 就会完全计算票 而且 最迟 3月28日 就确定选举结果 另外 俄罗斯的 投票率 创历史新高 这个数字 高达74% 亦超过了100年的 67.47% 还有 所谓俄占区 四大公投区 顿列茨克、努金斯、克克尔、 扎波罗尔 都是有人投票的 现在西方就说 那些人其实原籍是乌克兰人 其实他们也有投票 而且西方就说 那些人 其实是害怕了金属投给他 这件事你又很难证实 如果你真的说证据 真的很难证实 还有有些人他住在俄占区 虽然乌克兰人 他们也是要拿俄罗斯福利 之前我们说过 《柳日时报》也有报导过 他们也是要拿俄罗斯福利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他派不到一些东西给他 人 总是向现实低头 尤其是老人家 有些都需要俄罗斯退休的 福利政策 好了 这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说一下金正恩 金正威给了下马威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原来布林肯17号 到达南韩参加第三次民主峰会 但18号早上 金正威就不断 接二连三 是向东海方向发射多枚的弹度导弹 南韩专家分析 朝鲜暂停了一个多月的试射 是因为 中国大陆和俄罗斯都举行 重要的政治活动有关 所以 中国究竟有没有份量 当然是在金仔里有份量 俄罗斯也是有 南韩军方原先表示 朝鲜 在18号早上 向着 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射了一枚弹度导弹 朝鲜 报告 在早上7点46分 疑似射了一枚弹度导弹 若果在40分钟后 又多射一枚 两枚弹度导弹 最搞笑的 其实是落在日本 专属经济区内 EZ 的海域 不好意思 是海域之外 不是海域之内 我们经常说 他特意射射尾 如果海域之内 他有担心 日本就会 找大佬美国 动作 做一些动作 不过后组朝鲜 这些新闻 由南韩军方更新 就说 朝鲜向东海发射多枚短程的弹度导弹 日本防卫省之后也说 朝鲜上午发射了两枚弹导弹 40分钟再发射一枚弹导弹导弹 三枚弹导弹 飞行的距离大概是350公里 最大的高度 50公里 目前也未知有没有飞机或船是受损的 这个也是1月14日以来 今年第2度 朝鲜是射弹导弹导弹 当时朝鲜成功 试射中程固体燃料弹导弹导弹 朝鲜 原来上一次 发射弹导弹导弹 在2月14日 当时向东海发射鱼鹰落营 新型的地对舰 是巡弹导弹 原来布林肯刚刚到 到了第二天朝鲜就射了 所以很多媒体就说 这个朝鲜是为了给下马威 给布林肯看 布林肯为什么去南韩 就是参加 南韩总统尹炫月主办的第三届民主峰会 民主峰会 亦一年三日在首尔举行 民主峰会是由美国总统拜登主导成立 这次是首次在美国以外的地方 是由其他国家单独主办 交给南韩 包括布林肯在内的全球三十多个国家 政府部长级官员都会发言 另外 朝鲜再次是苏基狱 南韩和美国 亦是14日才结束为期十日的 自由护盾 大型联络联合演习 南韩军方也动员了海军陆战队和直升机和两栖 的一些战车演习 目的就是为了强化靠近朝鲜 海上边界 西边倒序的军力 这些倒序曾经在2011年 遭到朝鲜 尽量得胖了 针对朝鲜时隔一家一国多月再次挑衅 南韩专家说 平壤 其实那几月也是比免中国和 俄罗斯的 刚才我们说过俄罗斯是选举的 中国大陆也是有 这个量会 等到两个国家重要政治活动 中国大陆在4日到11日举行两会 俄罗斯在15日到17日进行总统大选 另外南韩国家统一研究高级分析员洪敏 他说朝鲜在3月和4月加速 是测试弹道导弹和侦察卫星 遵移而加剧区域紧张局势 这次布林肯尼会不会是加剧紧张局势呢? 朝鲜去年即是2023年也宣布计划今年 会发射三回侦察卫星 这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的新闻 就要说一说 欧盟 大家知道欧盟 当然他给了很多银 是给乌克兰 欧盟很多成员国和北约成员国是高度重复 原来现在赤字很厉害 很多赤字最大的欧盟国家 都有较高水准的债务和预算赤字 所以这些欧盟国家究竟肯不肯 再大量在北约防务付钱呢? 因为现在 欧洲面临着560亿欧元的 北约防务开支缺口 要筹期560亿 换而知就是 为了达到北约的国防开支 这些欧盟成员国 每年需要额外再给多560亿欧元 但是过去十年间 这个资金缺口 虽然已经减半 但是 减半之下 因为缓污 他们也是 比较困难的 研究也表明了 北约要求 成员国的国防开支 达到他们的GDP的目标 很多欧盟国家存在着较大的缺口 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斯 而这些国家在欧洲的债务和 预算赤字 也是相当高 而且最高那几个 在俄罗斯 的特别军事行动情况下 美国领导的 联盟 北约32个国家 因为加入了瑞典 为了推动国防 开支增加 在欧洲经济增长缓慢 并且很多国家现在收紧财政计划的时候 加剧了欧盟这些国家的预算压力 经济学家就认为 这个令到 大家很辛苦 但是也令到那些增长滞后的国家 更难缩少差距 你想想有钱也不行 比利斯算很有钱 西班牙也不差 意大利也是欧盟第三大经济体 西班牙是第四大经济体 原来最有钱的人缺得最多 德国是 财政缺口最大的国家 去年支出 是比达到 基准所需的金额 是少了140亿欧罗 但是柏林在过去十年里面 经过通胀调整之后 已经将这个差距减半 预计今年可能会消除 欧盟其他几个 赤字较大国家分别是西班牙 西班牙差了110亿欧罗 意大利是108亿欧罗 比利斯是40亿欧罗 这三个国家去年 是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00%的6个欧盟国家之一 意大利的预算赤字也是欧盟当中最高的国家之一 大概是7.2% 并且预计今年他们 利率成本将会升到政府收入的9%以上 因为这个成本就是还债的成本多高 债务水平高 利率又高 利率高 你还债的成本高 利息成本太高之下 这些国家 没有更多的多余钱 来应付债务 你怎样补这个缺口也挺难的 这个防务缺口究竟怎样补呢 我想他们有时间考虑了 所以唯一的办法 就是削减其他领域的 支出 但是不容易 好像德国打算削减对农民柴油补贴 但是也得到农民巨大的抗争反抗 有很多人跑去柏林那里 赌路 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 Matthew Miller 他也刚刚承认欧盟 在促使所有北约城国 达到2%的国防开支门槛方面 取得了进展 但是 还有很多城国达不到 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欧洲可以自身防务上 增加支出因为他给了很多钱 不过之后特朗普上台你就不知道 可能要你给多些钱都不出奇 去年北约的国防支出 总共是1.2万亿欧罗 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国贡献的 这个数额是欧盟成国 还有是英国挪威合计支出 3610亿欧罗的两倍 还要多 你记住挪威其实不是欧盟国家 但他就是共享一个 共同市场 瑞士也是 瑞士不是欧盟国家 明年 就是实施新的欧盟 财政规则 迫使国家 更多预算削减 为了符合 赤字 不超过3% 和债务不超过 国内生产总值 即GDP 60% 的限制 预计将会有超过10个欧盟成国 突破年度赤字上限 可能面临欧盟委员会的制裁 这好像自己制裁自己 但是去年 谈判结束 波兰、波罗的海三国 和意大利成功争取到新规则之下 是对国防 开支 有一些更有 优惠的待遇 当然这些造成不公平 其他西欧国家和高兴都不出奇 所以欧盟委员会在评估是否对 去违反 赤字限制的国家 採取行动时 会将 军事开支作为一个减轻的因素 如果军事开支 更多 这个赤字 可能就不会看得到你这么简 好像波兰预计在2024年 将会达到 GDP4%以上投入国防 这个比例亦是欧盟 成员国当中最高 所以将会突破 欧盟的财政限制 这样会导致 他们的预算 进行更为宽松的评估 当然这些东西更加宽松 会不会造成 有些国家不高兴 因为 最怕就是不公平 好 今集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次再为大家分析其他议题 是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